Hello 欢迎来到这一期的卡路里兄弟 今天给大家试驾理想L8 那之前我的同事余地猴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静态视频 所以呢今天我就不再跟大家多赠述跟静态相关方面的这个信息了 今天主要是聚焦在这个动态的驾驶层面 最近其实在上海地区有一个新闻其实非常热的 就是从明天1月1号开始 增程式的车不再能够享受免费的新能源绿牌了 所以呢我就带着了一个疑问 当这台车它不再能够享受这些优惠福利政策之后 它的开起来的整个的体验和感受是不是还能支撑的起来 它现在这个售价 我之前其实从来没有开过理想的车 但是呢我有个同学啊 也是在行业里面跟我做着相同的工作 他之前告诉我说 他说理想万这个车开起来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车 所以今天我也来要好好感受一下 这辆L8作为理想的新一代产品 在整个动态层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水平 首先呢这辆车的动力 它前后两台电机综合的最大功率是449马力 峰值扭矩呢去到了620牛米 然后呢它的驾驶模式是有一个纯电优先 还有燃油优先 还有一个油电混合 根据他们厂家的用户大数据来看 其实超过八成的用户 平常都是会选择这个啊纯电优先的 因为可能很多人在家里面都会有充电桩或者怎么样 所以这台车在用户实际使用的时候 更多的是会接近一个纯电车的一个行驶的感受 那这台车它这个449马力的动力 在日常行驶的时候可以说就远超30到40万左右 同价位的这些燃油车 不管是合资品牌还是豪华品牌的这个动力的感受 而且这台车它的动力速速的调校 并不会让我感觉到那种眩晕的感觉 因为我其实并不是太喜欢电动车的那种加速感受 因为确实会让我有那种想要晕车的感觉 这台车做的非常棒 然后其次这台车的底盘悬架 首先第一感觉它的完整性和厚重感做的非常的好 其次这台车它的空气弹簧我认为在我们的新势力里面 它的调校也是非常出色的 空气弹簧这个东西其实对于调校来说还是非常有讲究的 特别是在电动车方面 因为首先它的车重会非常的重 那你要坐到足够舒适的话 它可能就会遇到比如说遇到大的坑挖起伏 就会有那种拉不住车身的那种感觉 但是在这台车上它现在给到我的整体的感觉是非常棒的 最起码是非常符合这台车一个家用舒适的定位 那么再有就是这台车的静音性 我说的夸张一点 这台车即便是跟百万级左右的豪华品牌的那些SUV相比 它的静音性也是完全的不落下风 我现在真的相信之前我同学说的理想万的驾驶感受是非常棒的 那么在这台最新一代产品L8上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比理想万又更上了一步 那么另外呢在转向手感方面 这台车它也是很好的做到了一个非常舒适的取向 整体的转动的感觉会让人感觉很轻松 很符合这辆车的一个定位 我对于刹车脚感的评价通常就是不要让我去适应 不要给我那种很突兀的感觉 让我去记住它 这就是一个好的刹车脚感 而这辆车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是完全达到了我这个要求 在续航理程方面 首先这辆车它的电池组是一个42.8千瓦时的容量 然后呢WLTC的纯电续航里程是175公里 而WLTC的综合续航更是去到了1100公里 但是作为这个增程式的车的一个优势吧 就是它的综合的续航里程会非常的远 说真的我几乎没有在第一次接触一个造车新势力产品的时候 就给我留下这么好这么深的印象 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回答视频刚开始我问的那个问题了 就是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如果让你多花9万块钱去拍一张牌照 然后再买这台车它到底还值不值 我认为是非常值的 因为我刚才过了一遍 大概就在35万到40万左右价位的这些合资品牌和豪华品牌的SUV 合资品牌的那些车它的空间可能是够大了 但是它整车的比如说动力也好 或者说整个车内的设计 包括各种这些交互给到你的这种体验 是完全比不上这台车的 而豪华品牌行驶质感可能说会要比合资品牌要好一些 但是它的空间会变得更小 所以其实对于一些对空间有着硬性要求的人来说 其实反而也并不能够满足他们日常的使用需求 所以这就更加凸显出来这辆理想的L8 这个产品力包括它的整个定价是多么的有竞争力 另外真的就像我强调过很多次了 其实造车新势力在它的初期的产品阶段 想要把底盘悬架调好 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即便是那些品牌第一辆车调得非常好的底盘悬架 多数也不是中国的团队调出来的 所以其实现在理想L8这个全新一代的产品 现在给到我的这种行驶的质感 整个这种底盘的素质 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惊喜 说真的现在汽车行业 尤其我们的国内的这些汽车 各大品牌和产品 说实话现在传统厂上面临的压力 确实是越来越大 真的像理想L8这样的产品 会对于他们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对于我个人来说 像L8这样的中大型的6座的SUV 我觉得反而可能不会有他们未来马上即将要上市的L7 就是尺寸差不多大但是是一个大5座 我觉得那个车可能会比这个车来的更加有冲击力 因为其实之前我也说过这个问题 就是虽然说国家现在鼓励二胎三胎 但是其实有多少人会去升二胎三胎呢 有很多人真的连一胎都不想要 所以在很多情况下6座7座 其实真的落到了用户层面来说 我个人认为可能真的并不会有厂家或者是媒体各方面 或者是包括国家政策这方面看上去的那么的火热 所以期待一下未来的L7那个大5座 由这台L8可以看出来 那台车也会是一个非常棒的产品 而且它的售价也会比这台车来的更便宜 好吧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卡路里兄弟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